我路慈悲阴供共修群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刚刚就开始了太阳很大 到现在太阳下山了 在一个土木区 这边刚刚他们特别还救护了很多生命 就救了一些要被屠杀的生命 然后呢再来就是做了阴供要供 金银子做布施 那当然我们大家发愿 四十九天不间断的慈悲 事实上希望大家是天天天天 到生命的最后一秒 我们都在慈悲 用慈悲心来做任何一件事情 供灯供水念佛诵经 但是我在这边要强调 经常有人问我说师父我要念什么经 对我比较好 我想经典都是佛所说的 但是经典是一种要 佛法身这个法是一种要 目的是要调柔自心 要致敬其力 简单的说要改变个性 改变态度 所以呢你本来比较执着 你本来脾气不好 你本来会抱怨 你本来会批评 你本来比较冷酷 那你修行一定要对你有帮助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们做了善共下司的布施 这是一个祝缘 这是一个福报 也跟众生结善缘 特别当然如果各位要力量大 特别最近乌克兰有战争 大家世界各地都希望赶快和平 那如果你能够发愿 从现在开始不抱怨 不起称认心 修忍辱 修微笑柔软 以这样的心态 那这个力量再加上佛力 来念佛 来放声 来诵经 那才会产生真正的力量 简单的说 各位一定要把一个事情说 好原来乌克兰战争 是因为我引起了 我这个体系不好 我这个有对立有杀业 你要有这个承担 这就是大圣佛教的悲心 悲心是以承担众生苦 而且舍我其谁 法华经说 整个世界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我要来进化这个世界 我想 我叫并不是要我们大家很有钱 很喜欢做很多 那当然是个福报 但是佛教讲的是 一切为心众 所以我想 用佛心 不要用凡夫的心 用佛法 不要用想法 用悲心 不要用担心 所以我这样讲 如果各位能够转化自己的心念 以及对待人事物的好的态度 有柔软心 有利他的心 有承担的心 有悲心 那这样所修的一切的功德 都会变成无量无边的大 哪怕 供个水 哪怕 给个灯 哪怕念个佛号 念个心经 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所以愿大家都如此的努力来帮助 只是说 各位来到了虎牧区 你要想 这些都是我过去的爸爸妈妈 甚至是我未来的父母 甚至我们今天来到虎牧区 整个世界 所有不分宗教 不分种族的往生的 都变成我们关心的对象 用这样子的广大心 简单的说 让整个众生 整个世界都入你的心 各位要记住 那入我们的心干嘛 我们用念佛的心转化它 所以十方诸佛都在你心里面 变成一个大莲花 也充满了诸佛菩萨的福报功德 然后让所有众生进入诸佛的心 也得到佛菩萨的福慧功德 他们也转化自己变成阿弥陀佛 变成观音菩萨 变成地上菩萨 所以我想每天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态 在过着生活 在圆满我们的 从生到死的生命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很无奈 所以叫娑婆世界 有各种的业力 包括五卓二世 当然有战争 有传染病 有经济问题 有对立的问题 有家庭问题 有感情问题 就像我们的身体 随时都在变化无常的 身心变化的问题 但是修行是一个心态 所以透过种种的 各位喜欢供灯供水 焉供食食 布施三宝 供养生且 来转化我们的内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诸乐莫作 这是行为上 众上奉行 我们要立它 致敬其意 最重要 这个致敬其意 就是保持身心因果的心态 出离心 平等的大尊心 愿为众生 当念众生 都成佛的菩提心 带着大家 引导大家 来念佛修行 这才是佛法的教育 所以希望大家 天天应供 天天慈悲 上供下施 然后大家也共享功德 所作功德 都回向整个世界 今天是和平 纪念日 真正的和平 是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的和平 所以不要吃肉 救护生命 所以你说它是鬼 那我们有贪心 我们才是鬼 你说它是地狱 你有身份心 你就在地狱道里面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内心 如佛的平等清静 那这样 这个地方就转化为净土 如果有王弘卫超度 就可以离苦 也让他们吃即解脱 喝即解脱 吸即解脱 听即解脱 见即解脱 最后我们一起回向 也感谢所有的参加者 护持者 大家一起在慈悲连线 做各种的功德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切 多等于众生 皆同享功德 皆同成佛道 好 各位 明天下午 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 你也在你的地区 你的国家 大家都做各种的功德 贿赂这个功德海 来供养众生 来供养三宝 来净化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切都离当他也做 那么说得不得 他说说不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三界青线沙 三有大悲客 充满无尽时 以正法性力 回上无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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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